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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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王俊盛 Edmond 會計界的立法會議員 其實我跟很多香港人一樣 都是去香港接受教育 英國都讀了兩年的中學 接著回來香港讀大學 之後就入了其中一間 BIG4四大會計師事務所 考取專業會計師之間 之後就執業至今 我參加立法會選舉的原因 是因為我覺得 業界近年都面對很多不同的挑戰和困難 我想透過我自己去立法會的聲音 讓政府可以聽到業界訴求 幫助業界為香港為業界出一分力 從一個會計師去到立法會議員 其實都是個角色上很大的分別 會計師我們很多時是一個經濟 或者金融的守關者 我們簽署的核數報告 其實都會給很多不同的持份者使用 其實立法會也正正都是 以守關者審議一些法案 政府的一些議題的時候 我們都會反映市民的聲音 其實兩者角色上好像不太相關 但其實他們都是有著相同的特質 執業回計師的訓練 其實對我去議會的工作都很有幫助 業界都比較關注我們的發展 人才培育等等 我都想去這一屆的立法會做多些 令到政府知道我們業界的意見 去幫助業界幫助香港的發展 短中長期的計劃 短期的計劃就是我們的人才招聘 其實我們從2015、2016年打後 其實我們發覺去招聘人手是相當困難的 或者政府的幫助我們都想改善這個問題 長期的我們對外其實香港會計師 都是一個有著很好的聲譽 我們亦都希望可以去內地多些地方 特別是大灣區 我們背靠祖國大灣區是最鄰近的地方 我們都希望去一些執業上的承認 或者非執業的會計師都有一些資格的承認 這也是我們想一路爭取想做的事 人才是至關重要 因為始終香港金融六大產業之一 我們都見到其實過往人才流失是嚴重的 當然是有疫情的原因 很多人其實因為回去了他們自己所屬的地方 他們回來要隔離 令到他們可能未必回來香港 我們都樂見其實財政預算案 都有很多不同的政策吸引資金來香港 就算在疫情下人員來不到的時候 有些資產管理配置 家族辦公室等等的政策 其實都希望可以吸引資金 這個我們都要監察著政府 希望可以做好我們香港的財金地位 再出發這個字去今時今日是有多一重意義 適逢今年香港回歸25周年 完善選舉制度 我們由70席變90席 由亂變治 由自鑽輕 亦都希望可以去一個良正善治的環境下 可以做出多些為及市民的政策 我希望市民都會見到我們為香港市民 盡心盡力的一個稱職的議員 主題是免費的 議員 主題是在公製 哪有十字